好了,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等一下Facebook的朋友先 看看有沒有Facebook的朋友 這個是Facebook Live 哦,看到了,好,收到了,麻煩 我看到Vera有一個畫看到 其他的朋友麻煩去回應一下 有沒有這個Live 好 接著有一個KY 那我現在呢,就去 搞回IG先 大家要原諒我有時呢,可能那個鏡頭會周圍看的 是的,我有時那個鏡頭會周圍看的 因爲呢,for example,我現在呢,就是在看Facebook hello,但是我現在呢,就是在看IG的 好,等到大家再多些回應的時候呢,我就 會開始的了 麻煩IG的朋友跟我說,聽得清不清楚 是的,還有有沒有一些摘下摘下的那些這樣的東西 IG的朋友聽不聽得清楚,麻煩 接著看一下Facebook還有沒有人說話先 好,多謝Facebook的朋友回應 Send好,你的朋友 有個CY網問我發言越來越高 好清楚,喂,那好吧,事不宜遲 但不是,我IG還有得少少人 還有,我怎麽可以看到 噢,原來現在Facebook是有四十幾個人 將近五十半人在看的 OK,那IG還有比較少的朋友 所以呢,再等一下 In the meantime,有沒有些事可以做一下呢 有人叫我唱歌 那麽搞笑,唱歌 Facebook順期待清楚 嗯,我再等下IG多點朋友先 Hello Helen,第一次見話 唉,不好意思,因為那個 頭呢,我在Facebook看是很差 但是在IG看其實是OK 可能因為呢,要低醜 可能低醜好一點 應該不是 這樣吧,OK OK,先去看看 Hello,Hello,Hello 好了,Facebook愈來愈多人 我等,我等到IG的朋友 大家,Barris meet 咦,有人說 唱歌 Witch呢,這陣子是不是很紅的 有首歌 大家知不知道哪一首 Facebook有人說我怪壇 怪壇張相好帥 那大家覺得我真人比較漂亮 還是 還是我的 我的照片比較漂亮 相鳥sir 都吵什麼意思 不是很明白 喂,最近呢 很出名的那首約定 是吧 就是啊 林夕再填詞版那個呢 然後面前我可以等大家的時候 我可以 因為我等IG多點人 因為IG還是很少人 是的 我是可以去 唱一下新版的約定 Barris meet 大家 還有今晚放心 今晚這個語言 不會說非常之長時間的 因為以前那些都很 資料非常之豐富 是吧 但是今晚呢 我會是 真的會比較 簡短一點 大家會比較容易一點 明白一點 對了 對了 我Facebook其實很暗 我不是很喜歡 好 最近有個新版的約定是怎樣 有兩場 等我一會兒 Facebook的朋友等我一會兒 因為我還存在IG的朋友們 喂 那我現在先跟大家說定 明晚呢 明晚呢 大家聽著了 明晚呢 想怪壇 怪就是奇怪的怪 然後壇就是一個神壇的壇 土字邊的壇 是一個Facebook的網台來的 其實我自己都說來慚愧 因為我自己 之前是很 孤陋寡雲 我沒有聽過這個鼎鼎大名的網台 然後明晚呢 就8點到10點 就怪壇是邀請了我去講一些東西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 跟今晚講的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明晚就會更加豐富 因為那個主題 不是 因為那個時間是會更加長 所以 會更加豐富 Facebook有人問我今晚吃什麼 其實我想說我是未吃 我是未吃東西的 會做這個live才去吃東西 有沒有人有新版約定的歌詞 在我存在IG的朋友的時候 我可以等他們來 有沒有人有新版約定的歌詞呢 可以Paste上來 那我就可以跟著唱了 我IG還在存在 好 有人問我明晚怪壇是多少點 明晚怪壇都是8點鐘 而且應該會準時的 因為今晚我剛剛有些glitch 剛剛那個IP有些問題 明晚應該會準時的 好 好 有沒有人有新版約定的歌詞可以Paste上來 今天又是 有人問得好 我是穿同一件衣服 我永遠都是穿這件衣服的 其實我是有曾經說過為什麼 因為這件衣服呢 是作了法的 說真的 就是作了法 所以 每次要去見人的場面 我就會穿這件衣服 希望自己的人緣是好一點 對 噢 IG的朋友說可能 我大部分的人去了Facebook 那都是的 好了 那我就不唱這個約定了 那我就正式去開始這個直播了 好 好 明晚是8點到10點的 現在開始 就 講到 那大家呢 最關心呢 都是這個肺炎 是不是 那 先講這個肺炎的問題 武漢肺炎的問題 我不知為什麼大家還會問這個關於肺炎的問題 如果是有些怪壇的新朋友仔 那大家多多指教 這個不是多多指教 這是恭喜發作 我也可以 恭喜大家來到畢業 也都公祝大家如意吉祥身體健康 好了 但是如果一向有看我的直播啊 星盤分析啊 那些的朋友仔 就為什麼會還在問肺炎這件事呢 因為我已經是講過 超過100萬次這個肺炎的發展了 那是什麼時候好呢 這個肺炎會 其實我在年頭那個直播呢 已經講了的了 OK 那好呢 就是說呢 當抽分的時候 那最近其實是立了抽 那但是立抽呢 這個就不是我們西洋占星會去 理會的一個時間點來的 我現在是講的抽分 OK 總之開始抽分的時候 這個肺炎就會開始好 什麼叫做抽分 就是太陽進駐天秤座的時候 就是當你身邊的天秤座朋友 開始生日的時候 OK 這個肺炎的疫情就開始會慢慢好 好了 你們又不要那麼誇張 哎呀 真的去到抽分那天 然後肺炎就立即沒有了 這個世界不會那麼恐怖的 OK 那就是說 你們當去到10月好不好 西歷10月 這些事情就會慢慢緩和 這個是肺炎的general trend 就是那個大體整體的趨勢 OK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 有一些single cases 那就是他們不幸乃了 那這個是他們的不幸而已 OK 那這個可能 就是他們的不幸 那就不關那個整體趨勢的事 整體趨勢過了抽分 慢慢開始好 講完了 我不想再講這個問題了 OK 那就是 Hello 大家的朋友 抽分是什麼時候 今年沒有記載是9月22號 今年好像是9月22號 因為年年不同的 好像是9月22號 好像是 OK 但是不要緊了 我也再講一次 真的不是說一到9月 9月20幾號就會馬上好 沒有那麼誇張的 慢慢踏入西歷10月 October 就會慢慢開始好 OK 好 然後有些人就問 除了武漢肺炎之後 還有沒有病 還有沒有其他的疫症 會不會有多 另外一些問題 咦 這麼巧 在我Facebook裏面 有個叫Kyupquark的朋友 都在問這個問題 好 那我年初也都講過了 如果真的 有問題的話 有問題的話 有就實關什麼事呢 就是關一些污水 什麼污水呢 污髒的水 OK 對 跟一些污水 然後污髒的水 你都可能會飲漠肚 都是會跟飲食 腸胃有關的 所以為什麼你由年頭到一直 我都不斷地說 病從口入 病從口入 病從水入 因為這些 就是水 你下了身體 你喝了就會肚痛 是不是 所以記住污水 飲食 腸胃 其實污水 不單止是大自然的污水 如果是我們身體裡面 污髒的液體 或者我們身體裡面的液體 那可以關什麼事呢 血液 還有尿液 甚至是其他一些排泄物 所以其實都是關腸胃的事 除了血液的那方面 其實這些我全部都是年頭說過 我不是現在才說的 是年頭全部說過的 為什麼我年頭已經開始說呢 因為其實年頭有一個超級滿月 巨蟹座的超級滿月 當時是放大了年頭土冥合摩蝶的力量 土星合冥黃星在摩蝶座 這個力量被巨蟹座的超級滿月 放大了 所以其實那個力量可以長很久 所以就算武肺完了 真的有其他病的話 就是污水 飲食 腸胃 病蟲口 病蟲水 看我們一些血 尿 排泄物那些問題 那 如果是的話 什麼時候 很重要 什麼時候開始爆呢 要很小心 因為到年尾 火星 MOS 火星 就由逆行 變到順行 那個時間是11月13日 11月13日 西曆 November 13日 OK 然後 沒有那麼快 那個力量大概等一個月 到12月13日 西曆12月13日 如果真的有的話 就開始那時候會爆了 OK 那 還有呢 因為 今次去做這個大語言 我也都很深入去看 咦 原來我年頭說那些什麼污水啊 病蟲口入啊 一些體液啊 血液的問題呢 除此之外呢 都還有機會可以來自哪裡呢 那這個就 我相信對城市的人 就沒有什麼影響的 為什麼呢 原來可以有機會呢 是一些來自 泥土 大自然 土地的疾病 是的 一些病毒啊 那以我自己 塔尖暖南 本人有限的科學知識呢 我一想 我會想到碳醉菌 是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到 但是 大自然泥土的病毒呢 我會想到碳醉菌的 好 但是呢 無論如何 一切一切 任何的病呢 去到夏年 春天 開始就會好了 那春天 那很空 就是很虛無飄渺 春天 那 exactly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春分 什麼叫春分呢 剛剛提過秋分 那現在春分 原來就是它的對面 即是說 太陽開始入白羊座的時候 即是當你們身邊的白羊座朋友 開始生日的時候 那些病呢 就開始會沒有了 OK 好 那大家真的放心 相信我 麻煩你 相信我 OK 因為呢 我又要在這裏 賣花站發香 OK 年頭那個預言 大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些 有心的人可以找回 link出來 OK 那如果 有沒有人可以找回link出來 那如果沒有呢 我可以之後去paste 總之年頭那條片 其實例如我已經講過了 我說四月尾會好些 是不是 我不斷強調四月尾會好些 但是之後呢 又會 即是開始又繼續爆 是不是 我相信呢 這些東西是有片造證的 大家可以找回link出來 我講了千百萬字 四月尾會好 是的 然後中環 全香港 我相信沒有人夠膽這樣講過 沒有 即是 一些術數 原學家 或者醫生 沒有人會講過四月尾會好 但是之後又爆 但是這些東西是應驗了 是不是 連續 不知道二十幾天是沒有人 沒有人靈感染 是不是 之後現在又有第三波 是的 所以呢 真是信我 塔尖暖南是沒有死的 所以大家真是信我 我講關於疫情的這些東西 不要太過驚 好 我現在呢 看看那些人去講些什麼 有沒有些什麼留言先 OK Ig的人 Ig的人都沒有什麼 Ig的人都沒有什麼 講的 好 大家純粹跟我說一下嗨 那然後呢 現在呢 就看一下Facebook的人講些什麼 了 會不會關 Facebook有位朋友叫 Extra Zinho L2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了 會不會關 啤蟲子 我不知道是什麼 算我孤流寡民 我真是一個很孤流寡民的人 OK 我連怪壇 那麼頂頂大名都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什麼啤蟲子 不好意思 好 然後 種子 Amelia 什麼種子 不是很明白 什麼無處 OK 好 好 跟著 有個CY汪問 空難完美 聽回我年頭那條片 空難當然未完 年頭 年尾有很多單 所以我在年頭那條片 我就在最後 我真的叫大家聽到最尾 就是說 去到年尾 麻煩不要出國 年尾應該有多單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說聖誕前頭 當然 年頭那些我應該不太記得 OK 有人問 是否鼠疫 我不知道 對了 Many Wong 說水災後 帶來瘟疫 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我年頭那時候 不斷說污水 現在大陸那麼多水 是不是那麼多污水 知道 大家明白 好了 然後Billy問 年尾有個木土會 的確是 我等一下就會說 是非常之 唉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是叫差還是叫好呢 等一下就會揭曉了 好 現在繼續說 對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拖得比較遲 就是因為真的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charts 是要去看的 在山完尖聲 是有很多的星圖 對了 那 例如我 我就 我就一件事情 如果我只看香港的2021年 其實我不是說 只看 咦 2021天上 有什麼星會走 我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在西人占星 不單看這些真實的星 我們叫transits OK 還有呢 我們要看一個 本身 香港的命盤 NATO charts OK 我們還要做一些推盤 可能叫solar arc 2nd progression solar return 看回當年的春分圖 諸如此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所以可能 我看一年 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可能我是加上 起碼有六個charts去看 何況我還會加上 阿強國 阿強國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是真是 好 看到頭都暈的 所以 晚功出細火 OK 那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有時候不是只看到一個charts 發生這件事 就說 它就會發生事 其實 大家可能有看過中醫 中醫跟你去診症 都是會 望文問切 是吧 會去找一些重複的徵象 好像在砌拼圖 那樣 例如你便秘 便秘 都可以是因為你燥熱 你不喝水 或者可能是你體虛 你不夠力去排便 那不可以因為單單你便秘 一件事 就說你的身體出什麼事 要很多的東西拼在一起 所以其實這個拼著拼著 是一個很長時間的作戰來的 而更加重要就是 為什麼你都會這麼久呢 因為我想大家去抱著這個美好的環境 多一會兒 多一會兒就多一會兒 希望大家一直去保持一個希望 一個信念 什麼意思呢 聽下去就會明白了 好 然後 我講一下 今年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無論是對全世界 還是對香港 都是很特別 我很冷 我先關掉冷氣 讓我戴個項巾 先 讓我戴個項巾 是不是很誇張 就是說他們在同一個星座的公位 大家都經常聽到 摩揭座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 是不是 土木銘都是這個地方 OK 記住 我現在不是說三峽 我不是說他們一次過搭在一起 因為如果一次過搭在一起 就很 很難的 這個機會 他們總之在同一個公位 然後這件事 我們在尖僧學 我們叫他做一個 Great Transformation 是的 這個Great Transformation 的cycle 他就會每34年到40年 就發生一次的 OK 那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我想問一下 大家會不會聽到有其他的雜音 大家麻煩他回覆我 外面有沒有其他雜音 會不會聽 除了我講的外 會不會聽到有些東西 有在這裡自示神 麻煩你回覆我 沒有人講話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人講話 沒有 OK 好 IG有人認我了 咦 莫非我Facebook是停了信號 好 Facebook 我看到Facebook 有人說沒有了 麻煩你 好 那 那 今年 就土木銘 三會 而不是三合 三合 就真的搭在一起了 就很厲害了 OK 然後這個Great Transformation Cycle 每34到40年一次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1982年 1982年發生什麼事呢 在9月戴卓爾夫人就訪華 然後1983年的6月 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去談判 OK 然後1984年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然後1985年就生效 OK 上次的Great Transformation Cycle 是發生這件事 那再上次是發生什麼事呢 再上次其實已經是超越了97年了 原來就是在1941年聖誕節 大家都聽說過 如果小時候讀常識 是吧 楊武奇投降 OK 然後就一直到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就無條件投降 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每一次 有這個土木銘三會 即是他們出現在同一個星座 這個Great Transformation Cycle 香港呢 都永遠那個主權 會有一些外國勢力介入 這次很明顯 其實就是香港會成為了香港的一個磨心 八國聯軍 為了要向中國找數 香港是一個戰場 所以2020是注定對世界 尤其是香港 是非常之不平凡的一年來的 OK 好 我現在又要去停一停 看看有沒有些人 和我 問我的評論 好 謝謝 好 還有 跟遲禮的朋友去做個宣布 明晚 星期四 八點 到十點 會在網台乖彈 做一個直播 都是今晚的一些補充 OK 好 那是言歸勝轉 好啦 那其實現在香港這些事情 還沒玩完的 一直到年尾 年尾什麼時候呢 這件事呢 我其實 就不單止由今年年頭說的 我是由去年的年尾已經說的 那大家可以去重溫一下 我去年12月 在我Facebook呢 有一篇文章 其實是去archive 的 他有個文章 就叫什麼呢 叫抗惡法去向香港人前逃 天下大趨勢 是的 我在那時候呢 已經不斷去提醒大家 香港人要捱到去冬至 是的 那冬至就是12月21號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冬至其實代表太陽暴入摩蠣座 是的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 那原來同一日呢 今年的冬至12月21號呢 原來呢 木星和土星呢 就相合在水瓶座 剛好是零度 剛好是零度 那代表什麼呢 土星呢 它是代表著一些原有的結構資源 一些很穩定的Structure OK 那然後呢 在古代來講 在古代呢 即是有些占星學家 那在古代呢 原來呢 木星 不是 土星呢 就代表著一個地方的那個國土 那個疆界 那然後呢 我都說了 今年冬至 他們土木 相合在水瓶座 就令到嘛 OK 那講完土星 那木星又是代表著什麼呢 木星呢 是講一些膨脹 成長 所以 舊有的那個Structure 剛剛講的那個土星的Structure 它已經是不可以再去 contain到它的了 它們一定是打架的 是的 還有在古代呢 木星呢 是代表那個君主 即是說呢 一個君主呢 要開 開僵僻土 是的 要去 那就是打仗了 以前那些人怎麼去 扩闊版圖 成吉思汗 怎麼去扩闊版圖 就是打仗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每次土木合呢 都是代表一些歷史輕衰 一些政治經濟局勢 一些管治的變化來的 OK 然後他們每逢幾時會土木合呢 就是呢 每20年一次 每20年一次土木合 OK 然後 大家如果對這個 中式的風水術數 都有一些聽過的話 其實很特別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 好像中式講的那個什麼三元九運 是不是 好像說 接下來會走進去那個九指尼火運 是不是 九運嘛 也是每20年一次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咦 中西古今中外很多東西 都是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相似之處 融會貫通的 其實是可以 是的 譬如說 我們不如看看 上個20年 上個20年之前 那就是 2000年 是不是 千禧年 那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 知不知道2000年發生什麼 在全世界這個政經局勢來講 一個政治局勢發生什麼事 知不知道 在亞洲的 有沒有人知道 在2000年 就是上一次土木合 OK 因為每20年合一次 那在2000年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人知道 我又等下留言 是啊 中西元學都很想知道 是啊 其實Facebook真的慢一點 好 那我不妨等下Facebook 我不妨等到Facebook去出留言 我先去 去 去 開股 是啊 我想看看大家真的 猜不猜 知不知道 其實2000年在亞洲發生 政治的什麼事情 千年蟲 不是千年蟲 是 我現在是在講 其實好像最後 千年蟲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件事 OK 但是在講一個 正經局勢 是啊 不知道 好 我再看一個留言 有個人說 2000年是黎明出了新歌 我真的被他脆脆 是啊 好 那我開股吧算了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讓我給個笑一下 先 好慢啊 好 那2000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南北韓 咦 沒有自己買我Facebook OK 是啊 說真的 其實2000年都不記得 就南北韓 進行那個高峰會 然後他們 就是 叫做 和如初 OK 他們兩個開始 有些交流 南北韓 OK 好 好 但是呢 我想說呢 很嚴重就是 今次這個土木合 它呢 就不單止是 純粹20年一次的土木合 是的 它還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呢 它不單止是 即是土木合 它還是轉了元素 轉了星座元素 是的 我們叫這個轉星座元素 就是叫Grand Mutation 即是說呢 原來呢 不斷有一段很長的period 這個土木合呢 是會發生在相同的星座元素的 大家知不知道星座有哪四種元素 那我現在問定 你們可以打定答案 那我等一下可以看 OK 是的 原來這次這個土木合呢 是轉了元素 是的 因為它 上一次土木合呢 我先不要給提示 是的 有沒有人知道星座裏面有四大元素 哪四大元素 是的 IG有沒有人知道 啊 IG有個Amy很聰明 已經說了 水火土風 是的 我相信Facebook也有些人會認識 好 那我不查這個comment了 OK 原來這次的土木合呢 年尾 冬至在水平0度 它還是轉了去 水平是什麼元素啊 那大家知不知道啊 是的 那我們就叫它做一個Grant Mutation 是的 然後這個Grant Mutation 就不是二十年一次的了 它不是每一次土木合都轉元素的 是每二百年一次 二百年一次 每二百年就會轉一次元素 OK 那有什麼分別呢 好了 大家可以當一個土木合 即是每二十年一次的土木合 你們當一個人搬屋 那搬屋都很大陣仗 很多事情搞 是不是 OK 但是這個Grant Mutation 每二百年一次 這個東西呢 就不是搬屋那麼簡單 是直接移民 已經是去到移民那麼嚴重了 OK 所以 是一個很大的shift 一個很大的change來的 OK 那上一個周期 是什麼周期呢 是土原素周期 就由一百四二年 在摩蝦座的九度開始 OK 那現在 進去水平 即是封元素 Facebook很多朋友答對 水平是封元素 OK 或者叫空氣元素 OK 那然後呢 再下一次呢 就會進去水元素 那我們都死掉了 在2159年 是啦 那就是水元素 OK 但是呢 原來有時候呢 都有一些exception 我剛剛說的 上一次是土原素 由摩蝦座開始 是1842年 是不是 但是原來中間呢 是發生過一些例外 而這些例外的年份呢 又是有一些大件事 都是影響中國的 OK 在1921年的土木合 OK 那土木合在天平座 咦 是封元素來的 發生什麼事呢 1921年 就是呢 某一個呢 邪惡的組織誕生 是啊 那我這裡不說得那麼白 1921年 有一個很邪惡的組織呢 誕生了 OK 大家去找一下歷史 OK 那然後呢 下一次呢 在1981年 又發生一個例外 又是土木合在天平座 是的 又是合在天平座 又是封元素 OK 天平座 然後當年發生什麼事呢 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 就是那些改革開放 鄧小平 然後1981年呢 就是中美建交 是的 好 在IG已經有人知道 那個邪惡組織是誰了 1921年的邪惡組織 當年是 土木合 就不是合享土元素 是合享天平這個風元素 那當年就發生了這件事 OK 然後60年之後呢 1981年呢 都是土木合天平 就是中美建交 好了 那這次呢 我們開始進去這個風元素 是不是 那就是這個土木合風元素的世代 會是發生什麼事呢 尤其是呢 就是萬事 開頭要開得漂亮 那它開在這個水平元素 就是說 我們會由一些土 土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個 物質主義 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OK 我們就會開始呢 我們是更加喜歡一些創新 一些新的ideas 新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 科技 OK 還有呢是說人人平等 OK 一些開放 改革 解放 OK 自由 獨立 人道主義 是啦 人民的權利 OK 革命 會有很多的革命 OK 尼巴嫩那些都差不多開始了 OK 還有呢 民主 還有呢 會有很多 一些類似是洗路式的一些希望 那些人會經常去教你一些希望 信念 正能量 即是接下來會有很多那些 KOL 是啦 然後好像那個什麼車子見 Brian Cha那些什麼成功學 OK 總之呢 那些人 還有會有很多那些 那些叫什麼 Demagog Demagog 即是一些激勵演說家 即是類似希特拉那些 希特拉 或者是奧巴馬 OK 即是他們是說話 煽動 是很厲害去煽動人 的一些這樣的trend OK 那大家都是會走到一個 非常之mind oriented的trend OK 就不再去理會那麼多一些錢 物質的東西 OK 然後因為土 時代是終結 就即是代表那些什麼 開始會終結呢 是一些極權 因為權力 OK 還有一些 重型機械的這些行業 重型機械 還有一些 這些開始就很環保的 如果一些環保人士聽到就開心的 OK 因為用少了重型機械 用少了還有化石能源 是不是叫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 即是那些fossil fields 即是那些什麼石油 煤炭 開始會昇微的 OK 還有資本主義會昇微 還有一些很大的工業 一些大工廠 都慢慢會倒閉的 OK 那 現在開始是進入這個 風元素時代 是不是 好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講 上一個風元素世代 土木俠風元素世代 是 什麼時候呢 是1226年 1226 OK 那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在1227年 城吉思汗就倒閉 是的 1227年城吉思汗倒閉 然後蒙古就開始分裂 慢慢開始分裂 然後呢 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所以 我都講過了 土木俠這些是關於一些政治的經濟 打仗 然後由土入風 這個蒙古帝國就慢慢開始瓦解了 好像一塊泥餅慢慢開始碎開了 OK 所以知道呢 原來我們接下來是步入一個大時代的 嗯 那還有呢 那這次這個土木俠 尤其對這個強國 強國有什麼影響呢 那因為原來呢 這次這個土木俠呢 就合了強國的那個上升 那條軸 我們叫它那個Ascendant 那個Axis OK 那同時呢 也都合了它那個月亮 OK 那分別就在水平座的1度和3度 OK 因為這次土木俠在0度 那然後強國的 Ascendant 就是那個上升的那條軸 和月亮呢 就分別在1度和3度 那這次這個土木俠呢 就開始會徹底改變強國 OK 包括一些人民的共念 外國主義啦 是啦 那些人民呢都開始覺醒了 不會盲目地去愛國 OK 那但是呢 也都要帶一個比較失望的消息 給大家聽 是啦 就是說呢 從此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講過 土原素的終結呢 也都是資本主義的終結 是吧 然後近代資本主義最發達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是美國為首的西方 可以這麼說 是吧 好啦 那我也都 有一個比較失望的消息就是 原來 原來 隨著今次的土木俠 入了這個 風原素啦 水瓶座啦 OK 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資本主義世界呢 就可能會衰落了 不斷 OK 然後美元呢 的確有機會呢 不能再主導整個世界 是啦 美元有機會 不能再主導整個世界 那這件事呢 其實呢 不驚訝 我早在 很多年前 好像是2017年呢 又是在我Facebook 已經有文章 那個文章叫 天王星進駐金牛 是啦 那就說了天金牛有些什麼影響呢 我就說了呢 一些貨幣會有一些很大的變革啦 是啦 大家可能開始會用一些 Cryptocurrency啊 Bitcoin啊 那然後美元開始 失去這個霸主地位啦 OK 那還有呢 加上今年的年頭 那個預測呢 我都是提及過呢 Dedollarization的 真的是美元的 即是去掉美元化 全球會開始有一個這樣的trend OK 那但是放心 麻煩你放心 這件事呢 不是說一朝一夕的 不需要那麼擔心 可能 Let's say 在 在 I don't know 在我死之前 都 還是有一個美元很強的地位 但是可能去到 你們的子女 那到下一代就可能 慢慢開始沒有了 OK Let's say 可能 起碼要50年慢慢才可以去到 有一個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不是一朝一夕 但是呢 就可以放心 OK 那又給了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呢 那 他們這個霸主地位 衰落之前呢 他們呢 就會盡一個天命的 這個天命呢 就是去消滅一個 非常之邪惡的組織 嗯 是的 那 所以呢 我要給一個 忠告大家 我之前不斷去提醒大家 那 冬至呢 我捱到冬至 捱到冬至 是不是 我今晚呢 我終於要開股了 跟大家 記住 現在這件事很 很凝重 所以我要先開冷氣 好熱 好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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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有個朋友說 那不生了 不生寶寶了 其實呢 我很久之前 我都覺得自己是不會生的 因為 我自己一些個人的公感就是 就是 生出來 現在這個世代這麼紛亂 然後有這麼多 global warming 不環保 這麼多污染 現在又有病毒 OK 那生來怎麼搞 那但是 唉 糟了 又有個朋友說 他生了 那不要緊要 那 唉 我怎麼補鑊呢 我都補不到鑊 至求多福 生了的朋友至求多福 我都很擔心他們未來 是啊 我都真的說 我都說過 我都覺得過 不要累下一代 好 有個 Tiffany 換了美元怎麼辦 不用怕 我都說了 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 可能你死的時候 美元還是很強的 OK 我不是就你死 I mean 那個time span 是可以這麼久 OK 好 那你這件事 也是在搭IG的Amy 換了美元 不用換 是的 跟著 好 有人 也都 Facebook 問了 進入水平時代 除了某個國家 會不會連北韓的極權都會衰亡 我相信應該會 應該會 是的 革命 是的 跟著 是的 什麼人類提升 是的 入了這個風性時代 會有些人類提升 心靈 新心靈 當然水平是講新心靈 OK 其實相遇 是的 慢慢 不過相遇就更加是伸心靈 多些 為什麼 他不是 直接是成功學 但是 是講一些mind 洗腦的東西 OK 洗腦的東西 所以會有很多demagog 很多激勵演說家 很多這些 KOL 去跟你洗腦 去勾起你的 mind層次的東西 OK 所以 他不是直接是成功學 但是那些人 正在做的東西 通常就是 就是 那些什麼 傳銷的朋友 是的 是 開始會 著重新心靈 那些東西 好 我看看有沒有東西 還沒去 復 先 好 開始了 哦 我忽然間明白什麼 有些人 說 米田共 我忽然間 覺得那些人 為什麼不斷說米田共 我明白了 米田共 是嗎 OK 就是1921年 邪惡組織的誕生 好 我沒有說誰的 你自己想 我沒有說誰 不要以言入罪 我現在很害怕 是的 好了 那我現在 我要說回這個很刑重的訊息 這個很刑重的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不斷叫大家捱到冬至 但是這個冬至呢 就不是說 一到冬至 12月21日 就立刻 叮一聲 一天光光 絕對沒有一天光光那麼開心的 是的 不是說一去到冬至 新天新地新世界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並不是這樣 而是 它會有多一次很激烈的變革 是很激烈的 是的 正所謂 有死才有生 先死後生 好像鳳凰那樣 肉火重生 OK 那麽如會經歷哪方面的動盪呢 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 這些我又在年頭的預言都提過 是的 當時都不知道中國失收那麼多 但是在年頭我已經說過 會有糧食危機的 會有糧食危機的 那還有一些經濟 經濟這些不用說 現在還是不是 大家都猜到 就是 我還在這裏說 真是馬後炮 是不是 即是不是馬後炮 但是在這裏說 即是說廢話 是的 但是這些激烈在裡面 例如 關於這個糧食危機 OK 那 是的 所以我 現在就很希望大家去保持這個信念 是的 我不斷地叫大家去冬至 是的 那你們已經有了這個信念 但是 接下來呢 就要開始有個心理準備 是的 心理準備就是說 原來接下來會有一種激烈的變化 死而復生的 是的 那 我也都很希望大家去體諒我 是的 為什麼我不一開始就跟大家說到這件事這麼差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再走多三里路的語言 一個故事來的 話說 曾經 有 有個朋友問 驗不到文 怎麼辦 我待會我最後會教大家 是的 那 我現在說回一個故事 就是說 A和B 一起講路 要走一個目的地 沿途他們見到一些人 是的 就 算了 其實這個A和B 這也不太重要 總之有個人趕路 要去一個地方 是的 然後沿途就問一些人 就說 哎呀我可以 還有幾久到啊 那不斷的人呢 就說 走多 可能三公里 走多四公里 五公里 OK 三公里 然後 但是他不斷走來走去 走了很多的三公里 都還在走 然後 他終於有一刻 喝不住了 他就問一個新的人 為什麼我之前那麼多人都叫我走三公里 但是我走的已經是N那麼多公里 那 那個人呢 就說 其實呢 因為那些人在給你希望 如果你覺得前面有個希望 就是好像望梅子學 大家都聽過這個成語故事 是不是 那你會覺得 你很快就到 你還可以堅持得到 但是 如果一開始已經跟你說 哇 有成三十公里的 二十公里的了 那你已經會放棄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的苦心 為什麼 我不斷叫大家捱到冬至 但是我現在才跟大家說 冬至並不是說 丁一星 就新天新地新世界 因為其實大家之後呢 就有一個心理準備 他接下來會有很多激烈的變化 OK 尤其是是幾時呢 尤其是幾時是 恐怖呢 OK 在2024年 對 2024年的1月 在天上的那個冥王星 Transit 就正式進入水瓶座 他都進入水瓶座 OK 而他之前呢 就一直在香港的那個十公 是的 第十公 OK 還有呢 他在2024年1月就進入水瓶座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滑過 在香港的那個命盤裏面 摩揭了29到十一公的海王星 是的 這些時候會帶來什麼東西呢 一些科技監控 很多的科技監控 就是可能那些智能鏡頭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水瓶和冥王星 他們加上的那個議長 就是一些權力 控制 以及科技 是的 所以去到2024年1月的前前後後 就開始很多這些 就是這些 那些鏡頭的東西 OK 會有一些人道危機 OK 逼我們呢 逼到我們香港人進入絕路 入到一個死胡同呢 而我們是要進化了 是激發到我們的求生意志 OK 那我又講一下歷史 上次的冥王星入水瓶座 發生什麼事呢 美國獨立 和法國大革命 OK 是幾嚴重的事情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 OK 但是 是不是真的要等到2024年這麼遲呢 其實不用的 OK 不用 2024年只是那個正式 正式步入 而最快呢 就是2023年 那 2023年呢 這個小漁村就會出市的了 這個國際都會了 2023年 是啦 即是 Facebook有個朋友說 2024 January OK 我現在要跟你說 即是升了一些 2024是 冥王星 正式入水瓶座 1月 OK 但是率先已經有個前就 就是呢 2023年的5月23日到6月10日 西嶺 The 23rd of May to the 10th of June OK 因為呢 那時候呢 冥王呢 他已經會率先 偷偷地偷步 進入了一次水瓶 而那時候呢 香港呢 就會出市的了 是肯定會出市 2023年 5、6月呢 很危險 是的 總之 2023年一定會出市 而 如果我們根據那個聲像 因為523去到610 冥王入 會偷步入水瓶 那那些時候 開始已經會 糟糕了 OK 那我又去看看呢 有沒有些人說什麼 OK 邪惡組織什麼時候 bye 我會說 我會說的 好 然後 好 武漢已經有新聞記憶 噢 對了 糧食 糧食危機 最近有一隻 大頭紅 叫大家要 省著吃 但是之前 之前有人說 全世界吃草不怕 所以說這些就是養衰 說到自己這麼厲害 就是 巴 巴 幣做什麼 吃草 吃屎 他們 好 跟著 是啊 年尾不要 好了 我回答一下Anthia 年尾不要坐飛機 不是月尾是年尾 那 沒有辦法了 那自求多福 OK 好 自求多福是怎樣呢 這個我都會 都說去到片尾會教的 是的 就是 那如果意見不到文怎麼算 是的 那 不要坐飛機 但是逼著要答 那怎麼辦 我會教大家一些自求多福的法寶 好了 那 有個叫Horlick Doe的人說 三年有三年 那就放心吧 這次這個水平呢 我就真的去開股 就去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OK 好 那 還有我又跟一些心理的朋友 說一說一說 在明天星期四晚 八點到十點鐘 怪壇呢 我會上去做一個直播的 都是一些分享來的 都是就著今晚的問題 再去 說多一點點 OK 那請大家明晚留意一下 好 那現在真的 不是說延歸成全了 現在就入到氣獄了 就是 全球華人只需要知道的三個語言 很重要的 是的 那 因為很敏感 是的 那我又不想誤度法網呢 那我接下來呢 就不會 開一些地方名 但是我會叫強國啦 OK 還有 國際都會 是的 那什麼叫強國 什麼叫國際都會呢 敬請大家 絕對是要 對號入座的 麻煩自己對號入座 好 那 講一下下一年先 是的 下一年 下一年 2021年 OK 我先講全世界 OK 那是全世界經濟差 OK 那 我講完你呢 你都會塞我台 嗯 真的不用我講 是不是經濟差 猜到猜到 OK 但是 尤其是什麼方面呢 就 運輸業 交通業 造船 造車的行業 會差的 是的 那 which is quite surprising 因為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 咦 那今年這些東西是死了的 那下年 可能疫情就會輕旺 但是我在升盤看到的 就不是 那下年的這些運輸交通 做船 做車呢 是會尤其差的 是的 還有 會見到有糧食危機 OK 還有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應該怎麼 無論如何 都會有單火山爆發 是的 或者一些很大的山火 去到2021年 OK 火山爆發山火 那尤其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天上的火星去到巨蟹座 which is 4月23日 423 是的 由那時候 就是前前後後 看看會不會有火山爆發 山火 那樣的東西 好 然後呢 下一年 去到這個國際都會 我們很關心的國際都會 會怎樣呢 那 就沒有什麼重大激烈的事情 OK 重大激烈的事變 就沒有什麼 那他就跟全世界一樣 經濟都是差差的 但是要小心什麼呢 在1月22日 1月22日的前後 就可能會有一些恐慌 一些關於經濟的恐慌 OK 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擠題 OK 國際都會 2021年1月22日 恐慌嚴重者擠題 我先喝一口水 OK 還有呢 在這個國際都會這個地方 是的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會有很多什麼人在這裏出現呢 OK 就會有很多很嘴賤的人 是的 嘴賤的人呢 在這裏嘴嘴 尤其是一些文官 是的 文武八公的那個文官 真的他們不是從事武職 是一些司長 局長 真的不是警務處那些朋友 OK 他們呢 就出來很多經常在這裏 很多口水戰 然後在一些文化教育方面 學術方面就開始會和他們去洗腦 OK 那就是可能一些教育政策 會有改變 或者一些學術機構 會有一些變化 是的 但是呢 他們就真的好L佔的 真的好佔 他們呢 就是很喜歡 包裝到事情很美 還在那裏堂而黃之 這樣說到這些事情 是很為我們著想 就是看到他們的嘴唇 我們就會很討厭 OK 是的 但是明年就真的沒有什麼很重大激烈的一些衝突 是的 因為那個政府 這個國際都會的政府 開始都會用一些懷由政策 是的 用掌賞 instead of懲罰 是的 我們常說想佛分明 他現在就用多些的獎勵 就不用佛了 OK 就拿一些文字 不是 就是三文字 是的 三文字的文字 就不和你動武的 OK 就會有很多policy的東西 尤其是一些文化學術 教育方面的東西 是的 但是呢 帶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這個好消息就是呢 又開始好動了 這個好消息 唉 給我看一下有沒有看出來 這個好消息就是呢 雖然經濟差 但是有什麼東西開始會好呢 都有些行業會好的 就是呢 結婚的行業 一些做喜事的行業 開始會好回來的 那所以呢 那些什麼化妝師 新娘化妝師 婚紗店 婚禮師 開始會慢慢彈起 是的 那還有呢 如果大家是做一些美麗的東西 呀 飾物呀 可能花花呀 呃 扮靚那些 那些 那這些行業呢 都會算是好少少的 OK 那還有好消息就繼續了 當秋天開始的時候 又是秋天 OK OK 即是呢 當 嗯 OK 好了 當太陽 步入天秤座 2021年 是的 即是說 當你們身邊的天秤座 朋友開始生日的時候 是的 那這個國際都會呢 是的 那個 Economy 經濟就會慢慢開始 上升了少少少的 就開始穩步上揚的 OK 那下年的秋分呢 2021年的秋分 就是9月23號 當你們身邊的天秤座朋友 開始生日 那一直直至去到2022年 是的 都會比較平安大吉的 OK 那 就 還有 在政治上面 OK 政治上面呢 我就看到那些人是開始的 心態是會比較樂觀 OK 那這年都是非常講一個信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通過經濟差的攬炒 而去達到一些目的 那這件事是怎麼看出來的呢 那我今晚呢 我就不去講太多 學術性的東西 因為呢 我免得講得太長 還有有時候 可能 就是大家 有些人不太懂得聽 還有說真的 我現在有少少急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如果我現在急了的話 我可以放下了一些東西 當然不好 算了 我快點說什麼 好了 好 總之2021年 那為什麼會是說 政治上的心態比較樂觀呢 因為在1月20號 是的 1月20號呢 在24節期呢 是叫大汗 是的 那大汗呢 就是說太陽入了水瓶座 是的 那隨著這個大汗呢 同時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天上我們叫那個 Transit的木星呢 就是在水瓶座呢 合了什麼呢 這個國際都會命盤裡面 水瓶座裡面的天王星 是的 就是在水瓶座 就Transit的木星 合了國際都會命盤裡面的天王星 OK 所以大家為了這些自由 願景的東西呢 是會被照亮的 被那個太陽照射著的 所以在這些方面呢 我們會有一些光明的感覺 所以在政治上呢 國際都會的人呢 就會開始比較樂觀一點點的 OK 好了 其實還有其他的一些 聲像上的原因 我們是看到的 但是 長靜 所以長靜 大家 如果想聽更加多的Story 就可以趁明晚星期四 晚上8點10點 8點到10點 就去怪壇那裡 那我應該會 我就會講的 是的 那今晚就沒有這麼多時間 我免得拖大家這麼久 還有我還沒吃飯 還有我很急療 因為現在 好 還有 還有 還有什麼我們看到 這個國際都會比較樂觀呢 還有沒有這麼多激烈衝突呢 因為在春分圖 是的 那下年的春分是什麼時候呢 什麼叫春分呢 那就是太陽入白羊座 就是你們身邊的白羊座 就開始生日了 是的 那在夏年的春分的時候呢 原來那個月亮呢 OK 就是天上的月亮呢 就在 這個國際都會的那個九宮 是的 九宮 就慢慢在合著那個天頂位置 他們欠了三度 是的 然後同時呢 天上的火星呢 又在九宮 即是說 原來國際都會呢 開始會注重打國際戰線 是的 會通過經濟差的攬炒呢 就會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國際戰線開始成功了 就會比較少內部抗爭的 好 那講完國際都會 現在講強國 2021年會怎麼樣呢 強國2021年 在強國2021年呢 就有一些關於投資 借貸 即是借錢 借款 一些外國債務呢 就會開始爆的了 由什麼地方爆呢 不好意思 我的嘴有點乾 所以那些抗爭在這裏 整個嘴 我先喝一口水 好 好 那這個 強國呢 就會在 2021年呢 就會 有個Facebook 不知道說什麼 對了 唉 我最後先回Facebook的留言 因為都比較多 好了 那在2021年呢 強國就投資借貸 外國債務呢 就會開始爆 由哪個地方開始爆呢 由北面開始爆 北面北面北面開始爆 OK 那大家最 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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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的朋友 要等我一會兒 呃 呃 Facebook的朋友 麻煩等我一會兒 很快 很快 Facebook的朋友 等我一會兒 很快很快 因為呢 因為呢 所以呢 其實 看Facebook的 Live 是好過看IG的Live 的 為什麼呢 啊 因為IG 是有限時的 大家知不知道 過一個小時就好像 拜拜 真的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拜拜 IG 所以為什麼 Stick to Facebook是好一點 我 我去Facebook 做一個 我去IG做一個公佈 先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do OK 等我一會兒 很快很快 我寫了一個這樣的 notice 給IG的朋友 是不是很快 希望我們會見到 很快很快 好 好 多謝 多謝Facebook Facebook的朋友 多謝你們 好感恩 你們好體諒我 多謝 有人叫我 先去Olio 我真的去Olio 好嗎 我要 好 等一會兒 好快 我找些東西遮住 那你們自己聊聊天 什麼都好 In the meantime 麻煩一些朋友 在 在這個什麼 在Facebook的 觀眾 就幫我在comment 那裡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蒙了 為什麼沒有人說話 因為我去了Olio 好快 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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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聽到我嗎 各位 好啦 回來了 為什麼他視乎要遮蓄 因為很奇怪 如果不是這樣 空無一人這樣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是一個blank了的鏡頭 其實不是的 我想起 我想起什麼呢 其實我IG可以再做另一個live 是不是 為什麼我這麼蠢呢 不要緊 因為我IG都開了 我IG都開了 有人喜歡看IG 就看IG 好啦 我再和IG朋友說一會 IG的朋友 因為IG很差 他的live有時間限 一個小時 所以為什麼上面那個是中斷了 無端端中斷了 我也講不及去提醒大家 那我剛剛就很緊急呼籲大家快點去看Facebook 那也不太重要 因為呢 那我現在就開多次 第二個Session的IG live 對嗎 好 洗手 我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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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的確洗了手 好 其實原來現在也是一個小時 那也不太趕 還有可能我開完尿 就 開完尿就 沒那麼急 因為現在已經不Rush了 那我又去看看大家 大家說話真的很好笑 好啦 看看大家說什麼 什麼東西啦 呃 我不是遮蓋著喔 嗯 對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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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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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都沒有什麼可以回答到 表演 嗯 我又叫我唱歌 我又沒有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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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沒有了那個歌詞 我沒有了一定的歌詞 嗯 嗯 好啦 我講完我講完2021年唱歌給大家聽 但我沒有那個歌詞 大家找給我 好啦 好啦 那今天 可以再說多兩個小時 想我失聲嗎 好啦 那2021年 強國會爆剛剛講的那些金龍問題 金龍問題啦 簡易言之 好啦 那由北面開始爆 北面即是 首都啦 OK 接著哈爾濱佛教大學啦 即是北面那裏 那你們自己去看回那個 那個強國省份圖啦 那但是哈爾濱佛教大學啦 接著啊 啊 啊 袁吉林茶啦 袁吉林啦 袁吉林啦 接著還有城吉思汗啦 城吉思汗那些地方 那相信這些地方呢 就開始 那些地方呢 會開始爆一些債務的問題 那 還有 看了 其他一些圖案呢 一定是關於一些 就是 外部 外部的一些 其他的國家 和他有一個對著幹 就去玩起他這樣的意思 那他們開始會爆 OK 好 那2021年 基本上就是這樣 OK 然後 哈爾濱佛教大學呢 哎 糟了 其實我不是說了頭三個字 是 其實就是頭三個字 OK 因為我不想 五度法網 我不想被人捉 我不想被人捉 36小時 所以我不敢說名字 明白嗎 畢竟說我不知道有什麼罪行 那些東西 OK 其實是 蝦蝦蝦蝦 OK 那些地方 北面 你們自己看中國 看強國省奮鬥 OK 然後是2022年 我們去到2022年 因為 還有 剛剛 2021年說了 由秋分開始 是不是 由秋分一直到22年 那個經濟都會穩步上揚的 但是呢 真的好像過山車了 那去到2022年 嗯 我現在說國際都會了 又說國際都會 開始平靜 但是那個樓價呢 就會開始會跌的了 那什麼時候之後呢 應該是在 七一之後 是啦 應該在 就是 就是 這些星呢 不是說一 click就會馬上發生的 因為現在影響整個社會 OK 但是慢慢來 就是七一開始慢慢就要小心 那個樓價會跌 OK 那為什麼呢 那我也有說少少理論 因為現在才一個小時而已 都不是很長 是不是 好啦 嗯 嗯 好 跟著 IG我看看有人說話 IG真好看 哦 是啊 其實呢 我IG那個鏡頭呢 是漂亮很多的 因為我 Facebook呢 我是在用我的電腦 然後我電腦是普通 不是說特別漂亮的那個鏡頭 那 所以IG是漂亮很多的 好 呃 現在說2022年 那麼 國際都會在七一之後呢 那個樓價開始會慢慢跌 為什麼呢 原來我就 尤其是這個chart 是 但是當然其他chart 都有一些相負相成 因為我經常都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過 我們看這麼多chart 是為了 好像中醫幫你去問診 望聞問切 OK 由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渠道 去找很多 重複發生的意象 而不只是看到你一眼 或者我只知道你有便秘 就一定說你躁熱 OK 便秘都可以有很多原因 OK 然後 一個chart 發生一件事 一件事 不就是代表你 那一年一定會發生這件事 但是 我現在只是給其中一個例子 是的 這個國際都會2022年 尤其七一之後 開始跌樓價 為什麼呢 OK 因為我們就叫一個東西叫做solar arc 叫太陽湖 我不知道你們的那個占星底子去到哪裡 認識占星有多少東西 知不知道什麼叫solar arc OK 那這個solar arc的saturn 那個土星 它就開始移向 即是去逐步逼近誰 就逼近這個 這個國際都會命盆裡面 那顆月亮金牛 是的 即是說 一些金融方面 還有一些市民的錢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有很多樓在手 就會慢慢開始受到很多的壓力 OK 而這個東西 是多影響你整個人的自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土星吹合月金牛 就發生在國際都會命盆的義工 和這個solar arc的日工 是的 真的會非常之影響你們自己的 bank account OK 好了 然後呢 我儘管叫這個做一個土月盒 土星就跟月星貼得好 同時這塊東西就發生什麼事呢 這塊東西就四分 什麼叫四分呢 即是形成九十度角 就四分 命盆裡面的木星 和solar arc的海黃星 是的 即是土月盒 就四分 木 海 合 OK 命盆的木 和solar arc的海 是的 木海盒就在水平座 OK 然後呢 這兩樣東西 即是這個木海盒呢 就在發生向這個十一公 是的 無論是solar arc 和那個名盆都是十一公 那就是在說什麼呢 在說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個經濟 尤其是是樓價的問題 是會影響到 開始影響到少少的政治 開始會為那個政治之後的問題 就是呢 是埋下了一個伏線 OK 還有呢 他會把我們很多人 一直以來呢 嗯 就是那個一個希望 智庫的那個希望呢 是開始去打破的了 OK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 即是其中一個chart 我去做一個這麼簡單的分析 那當然有其他東西的 OK 那如果想聽更多 那就明晚八點到十點去怪談 OK 好啦 那同時呢 原來2022年呢 國際都會發生一件事喔 政治有件事喔 是啦 知不知道2022年 國際都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啦 喂啦 是呀幫我跟她說吧 麻煩 是啦 原來2022年呢 國際都會呢 會發生一個選舉 是啦 那就是那個 什麼 即是那個 那個 那個老鼎的選舉啦 是啦 那 那 講到這些問題呢 我呢 真是又要自己在這裡 賣花站回鄉了 為什麼呢 在年初那個預言 是啦 年初那個 啊 即是 啊 我在看 Facebook Facebook那些 comment是慢很多 好了 那2022年那個老鼎會選舉啦 那然後呢 大家我不知道記不記得 在年初 是啦 那我在那個預言 Mitchis叫 塔尖暖南 2020 世界及香港前途 那個直播呢 那我就批中了一件事的 是很厲害的 真的多謝 麻煩大家多謝 去讚賊我 很厲害 因為是真的的喔 我沒有說謊的喔 我批中什麼東西呢 我說會有 木星金牛和土星天平的人上場 那全部東西呢 在那條片裡還是有的 木星金牛和土星天平的人會上場 果然 發生什麼事呢 就 夏寶龍 是啦 中聯辦那個啦 夏寶龍是上了場 是吧 那他就在1952年12月出生的 他的升盤呢 的確是木星金牛和土星天平的人 那這件事是絕對無論虛作假的 OK 那這件事呢 一直都為人是津津樂道 好啦 所以我們從現在到 我們要有些什麼去記住呢 那原來說 這個地方的那個 老鼎 原來開始 就未必是真的跟 那個 政制上面那個老鼎事 可能是一些外來的人去兇幹 OK 可能他只是有名無實 所謂的那個選舉 可能有一些外來的人 會來去接管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要明白 我現在說的是一個掌權者 就不是真的 一定是理論上的那個 老鼎 OK 因為尤其是現在 那些惡法都是大過天的 OK 那但是 如果 基於 那我也說了 2022年呢 會有一個換界 是不是 那如果我基於 以下的這個時間 我去做一個推盤呢 那我就可以推得到 新的那個 理論上的老鼎 是什麼人 那大家想不想聽呢 首先我會基於 2022年 我現在跟大家說 這個rational 我會基於 2022年 哪個時間去推盤呢 當然是7月1號 OK 還有呢 我是會拿9AM去做一個推盤 為什麼9AM呢 因為根據我們 過往的一些範例 原來7月1號 9AM 就是那個新老鼎 宣誓的時候 好像是這樣宣誓的 是的 那我就儘管拿這個 去看一下 如果他真的9AM去宣誓的話 那有機會呢 是的 第六屆的這個老鼎 他是一個什麼人呢 那大家聽著 他的木星呢 會響 白羊金牛 雙子座 是的 他的木星 有機會響 八羊金牛 雙子座 而他的土星呢 就有機會響 獅子巨蟹 天平 水平 雙魚座 是的 那個ranger是很闊的 好 我想 就是 其實為什麼我可以這樣推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以前那個師傅呢 我入室跟那個法國的師傅去教我的 我相信呢 真是全世界 只有我 我會識啦 他會識啦 還有可能他有教過其他人會識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是沒有其他人會識的 在香港我也很肯定是沒有人會識的 因為這個是他自己去研究出來的辦法 我再說一次 上次夏寶龍上場我說中了 我再說一次 如果基於2022年7月1號 第六屆老鼎就職 他真的在9AM宣誓的話 那 因為在2027年他就是9AM宣誓 那我根據這個9AM呢 就會跟你說到第六屆的那個 老鼎 是穆星八羊金牛雙子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是連下去的 八羊金牛雙子 然後呢 就是 土生呢 就是再說一次 巨蟹 獅子 天秤 水平 雙魚 這樣就說完 這就是2022年一些很特別發生的事 OK 但是呢 大家呢 也都可能會記得 其實在我年頭的那個預言呢 我也講過 是啦 那 當時我去說這些 什麼木星土生的人呢 他就算 可能在我們接下來的一些換屆 他都可以是執掌權力的 是啦 OK 但是如果我現在是很precise 去根據2022年7月1號 9AM那個時間呢 就會推到更加準確 就是 剛剛說了 木八羊金牛雙子 然後土生呢 就是巨蟹獅子 天秤水平相遇的 好了說完了 這個國際都會了 好悶啊 好現在講一下2022年的那個 那個強國的運勢 好 強國運勢呢 就有以下幾回事的 OK 首先呢 都是牽涉 會捲入一些金融戰爭 OK 那尤其是什麼時候呢 就7月底 8月頭 為什麼呢 因為天上transit的那個火星 就慢慢呢 去合緊 合緊什麼呢 就天上transit的那個金牛座 那這些東西是發生 天上transit的那個天王星 是啦 OK transit火星 吹合天王星 然後這個火天俠呢 就四分緊 就是發生90度 就和什麼四分緊呢 就是這個強國 名盤裡面的那個 那個獅子座裡面的 火星和冥王星 在14度和17度 是啦 所以呢 在這個7月底8月頭 是啦 那強國會有一些金融戰 是啦 那還有呢 咦有機會呢 在2022年的2月 去到2023年的2月 OK 是啦 2022到2023 都是2月 就是這一整年裡面 因為由2月去2月嘛 那這個強國呢 有機會呢 會爆發一些疫症 是啦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 是武漢肺炎的方法 那這個我保證不了 但是會有一些 就是一些病啊 有機會 OK 那然後呢 2022的10月 是啦 2022的October 去到2024的October 那這個強國呢 就會很容易呢 有一些 海洋衝突 是啦 一些海市的戰爭 是啦 例如就一些水域的問題 一些爭拗 一些航運的問題呢 就很容易呢 會拆槍走火的 尤其是當什麼的時候呢 是啦 由2022到2024的10月 就是這兩年幾間 是啦 尤其當 天上的 transit的那個 水星 金星 海魂星 水金海 如果這三顆星呢 是 是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好的角度啦 一些很差的上位啊 或者下了一些很差的星座位置呢 OK 那呢 他這個 What is this 好 今次到IG的朋友等一會 Sorry we're having trouble with playing this video What does that mean Facebook的朋友看不到 嗯 嗯 Facebook的朋友看不到 今次到 今次到 IG安全了 因為Facebook是發生了問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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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的朋友見不見到 我現在是9點31分 我在9點半是問這個問題 請問Facebook的朋友見不見到我 因為我是見不到自己 但我不知道你們見不見到我 所以如果你們見到我就笑了 IQ 幸好有朋友說 幸好她過來了 是啊 請問 幸好 其實是我電腦的問題 不要緊了 好 言歸正傳 講什麼 好 2022 到2024 海洋衝突 水域航運的問題擦槍走火 尤其當天上的水金海三星 是有一些不良的角度 影響 不好的星座 那這些水金海 什麼時候會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這個你們自己找吧 或者我去到2022 到2024年的時候 如果我記得我都會不斷去提大家 因為我經常都會做那個 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是不是 那我都會去 即到那時候去看一下 好了 那但是呢 那我們2022 去到2024 那不如我們拿一個中位數吧 我們拿2023 好不好 2023 就是我不斷去提大家 一定會出事 是肯定會出事的年份 2023 OK 這個2023呢 就無論是強國 強國 還是國際都會呢 都肯定會出事 對了 大家剛剛那些 time ranges 跟得清不清楚 OK 因為在2022呢 關於這個強國呢 我是講過幾個time range的 OK 首先2022年的7月尾8月頭 金融戰 OK 然後2022去到23 都是2月去到2月 OK 有機會再爆發疫症 OK 然後2022的10月 去到2024的10月呢 就那些什麼海洋衝突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有很多的 不同的時間段落 OK 那你們自己聽清楚了 好 但是我都說了 2022去到24 拿個中位數10月呢 不是拿個中位數2023呢 就肯定會出事 所以呢 我為什麼 在 我想大概兩三個星期之前 我Facebook有個post 就提大家 我就說 所以2022呢 是其中一個deadline 什麼叫deadline呢 deadline就是說 once 你pass了這個line you are dead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pass了2022就是23 2023呢 就是很多人會dead的時候 好 很多人會dead 好 很多人會becomedead的時候 好 那麼 嗯 2023呢 就 過世都會 那麼 我樓價呢 就跌了 OK 因為其實我剛剛都說過 基本上在2022的7日之後 都慢慢開始會跌了 對不對 然後2023就開始 會跌了 會跌了 OK 樓價是一個低點 OK 更加空險就在後頭 但是我現在先說了 2023年的強國先 好了 2023年強國呢 那個皇帝呢 有機會會走人 我先關掉 我先關掉冷地先 好 好了 2023年呢 強國的皇帝 有機會會走 如果2023不走呢 那就兩年之後走 就是2025走 好了 為什麼2023會走呢 因為有很多的權鬥 OK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那個時間呢 我現在講講強國 就是發生這個走路的問題 那個時間呢 真的跟國際都會的時間 吻合到飛起 所以2023是肯定出事的 告訴大家 OK 那我下面會講 OK 那呢 發生什麼事 原來2023呢 強國呢 就走著 金木運 是啦 這些呢 就不是我們八字講的那些大運 是啦 我們八字會講 你走水運 什麼木運火運 不是 不是說中式八字 我是說真的 金星木星運 是啦 2023年強國走著 金星木星運 金主木庫 OK 金星是個大體 然後木星是個 即是裡面一個 更加小的trigger 好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原來呢 在2023年的5月 是啦 5月16、17號 即是5月中 5月16、17號 那木星呢 剛巧呢 就入了去金星掌管的這個金牛座 OK 那所以呢 2023年強國呢 在這個5月中呢 很大機會呢 的金錢呢 會出問題 OK 那然後這個金錢問題呢 就是和這個時間點呢 就是和國際都會的局勢 是很吻合的 那你繼續聽我說的 OK 那我現在講國際都會了 這個國際都會呢 是很亂的 甚至是亂過強國 OK 亂到簡直是內戰 甚至是亂過呢 2019年的反送中的 OK 那這個亂呢 我覺得有兩看 第一個看法 是啦 是一個呢 樂觀的看 怎樣看呢 就是因為呢 既然我都講了 強國 其實他們裡面有些權鬥嘛 OK 那所以我們這個亂呢 就是呢 趁強國病 就拿他命 OK 那他亂嘛 那我們都趁 就是所謂 趁火打劫 OK 那所以我們這裏 就都會亂 趁他亂 我們又在這裏 做一些東西 趁他強國自顧不下 那我們就 揭幹起義 武王佛奏 OK 那所以這一種呢 是一種主動 積極的亂 OK 那但是第二個看法呢 是一種呢 被動消極的亂 是一種 公逼民反 哎呦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有人在這裏 說話 好煩 好了 第二種亂呢 國際多會的亂呢 就是呢 被動消極 是一種公逼民反 就是說呢 不是我們趁強國病 拿他命 不是因為我們見他亂 他沒有得還湯 我們在這裏 搞死他 而是說 是因為他們的亂 引致到我們的亂 迫到我們都要在這裏 作亂 好 發生什麼事呢 而我就會覺得是第二種看法 我買後者 是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出事呢 2023年 國際多會 都是 5月23號 剛剛我就說 強國那裏是5月中 5月16、17 木星入金牛 現在我們看看 國際多會呢 就5月23 那其實 差不多 一個星期 其實就是5月 對不對 原來呢 在2023年 5月23號 到6月10號 記得我之前提過嗎 那個冥王星 率先入了水瓶座 首先去探路 OK 原來呢 這個時候 這個Transit的冥王星 走入水瓶座 他就合了什麼呢 他就合了 合了國際多會命盆裡面 摩褶座29度的海王星 OK 冥海俠 那就是說 什麼呢 人民的一些夢幻呢 會破滅 OK 我們的底線呢 是退無可退 我們被迫要覺醒 OK 被迫要去 睡醒覺了 那當然呢 很多人其實現在已經覺醒了 但是還有很多 什麼豬啊 那些死藍絲那些 連他們都可能開始會覺醒了 OK 他們就要去檢視一下 究竟那個真相和理念之間 有什麼矛盾 有什麼衝突呢 OK 為什麼會說這些呢 因為是十一公 是的 那個十一公的海王星 是的 在國際都會裡面 摩結了十一公的海王星 OK 所以就是講一個理念 和那個真相中間的那個衝突 你要去醒了 不要再睡覺了 OK 那還有 十一公同時呢 是代表什麼呢 政黨 一些區議會 甚至是立法會 有機會呢 是會被取締 是會完全被換班的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factor 然後第二個factor 無毒有偶 那呢 Transit 真是天上的天王星呢 在五月十一號 所以其實全部都是發生在五月的 對不對 Transit的天王星在五月十一號呢 就合了國際都會命盤裡面 金牛座十九度的月亮 OK 這件事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徹底粉碎了國際都會人民的價值觀 是的 例如呢 會做多一條立法 是的 一條很辣的法例 造成一些什麼憲制危機 或者可能很明目張膽跟你說 一些什麼國什麼制玩完 什麼都沒得你選 OK 好 這個是第二個factor 然後第三個factor 即是第三個星象呢 再無毒有偶了 原來這個時候呢 這個國際都會呢 是在走金木雲 是的 我們曾經提過的 強國都是在走金木雲 是不是 原來呢 所以你見不見都是息息相關的 兩個地方都是在走金木雲 OK 那2023年呢 第三個原因 為什麼國際都會會亂呢 因為在走金木雲 OK 然後呢 今次就是木主金庫 即是木星是那個最強 然後金星就是那個小螺絲 那原來我們看回這個 國際都會的命盤裏面呢 金星、木星是衝的 是打架的 OK 那就是現在走的這個金木雲呢 會勾起了命盤裏面的衝突 再加上天上Transit那個金星呢 在6月5號 厲害的6月5號呢 會入獅子座 合了命盤的獅子座金星 在二度 然後在6月11號呢 那個Transit呢 即是天上的獅子座金星呢 就會四分 即是跟誰打架呢 就是Transit的金牛座木星 在同一個Exactly一個5度的位置 那就是說呢 現在 國際都會走的那個金木雲呢 就勾起了天上Transit的一些衝突 OK 那就是說這個國際都會呢 肯定在5、6月的時候呢 或者開始呢 就會出市的 因為它的命盤 而天上的Transit 和它的那個大雲呢 都是打了大交的 OK 好 我不講那麼多理論 因為有些人說 哎呀可能不是好聽得懂 不要緊要 好 那我講白一點 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國際都會呢 其實是什麼地方出現問題呢 是不是真的可能不能選舉啊 或者什麼憲制危機啊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國什麼制 不能玩呢 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呢 也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可能性就是 這個國際都會的財政儲備 會被人抽走 是啦 或者呢 我們開始呢 要交更加多的稅 是啦 去給強國 是啦 應該是關於一些財政啊 錢啊 稅啊 或者一些債的問題 是啦 所以可能上面很水緊 然後它就向 就是國際都會徵稅 OK 那這裡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也都有一些聲像的東西是 看得出的 但是我不講那麼多理論 OK 所以呢 然後這個2023年的動亂 真是很亂的 更亂過2019反送中 OK 它就會衝擊到這個社會 但是尤其是什麼地方呢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地方 就是大學啦 OK 立法 司法的地方 政府啊 一些大公司機構啊 或者一些跟這些有關係的人 例如一些大學校長啊 法官啊 或者那個 那個 那個老鼎啦 是啦 就是這個政府的老鼎啦 OK 那你說有沒有方法可以化解呢 那 化解方法呢 只有一個 OK 只有一個 啊 大家可以放心 其實都快就說完了 是啦 化解方法有一個 就是什麼呢 希望有一些 非常之具有影響力的 女性 咦 原來是有 女人的運動 是啊 如果有一些具影響力的 女性的人去出手的話 去評定這件事 尤其是在 有些非常之有影響力 很有魄力 很強的 女性 或者女性化的人 出手 去評定這件事 尤其是在太陽天秤座 就是你們身邊的天秤座朋友 開始生日的之前 就是9月22、23號 之前 去評定2023年的這個 國際都會的動亂呢 那就應該沒事 否則的話 就應該要過年了 OK 好 那然後 放心 真的很快 我都快說完了 因為我都要去吃飯了 真的很餓 好 然後說2024年 2024年呢 就沒有氣體了 但是 真的都會延續上年 OK 可能有些余波未了 無論是強國還是國際都會都是 OK 那 如果是由一些好的女性 當然不是說 如果可以出手 去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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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政權 那就可以逢空化的 但是如果相反 是一些男人 尤其是一些老人 尤其是老男人 尤其是老男人 OK 因為老男人是土姓 是的 我們先稱 土姓是代表老男人 如果 有老男人去掌權 那 對不起 那2024年呢 這個 強國和國際都會 都是不會好的 好 是不是說得很快呢 因為2024講完了 那現在呢 就說2025年 好 2025年 國際都會沒有什麼特別 反而強國呢 強國 強國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那個皇帝呢 就可以走了 因為記不記得我在2023年 我說過 其實那個皇帝有機會走的 因為很多內律的權鬥 但是我說 如果他可以 苟然殘喘 2023年不走 但是他都應該會在兩年後 兩年後走的了 which is 2025 ok 那為什麼呢 那這次呢 就未必 是關 內律權鬥的事 是的 可能是真的 人民呢 都開始會去 有一些覺醒了 OK 尤其是是什麼時候呢 就由6月6號開始 是的 2025年 西曆6月6號 去到7月4號 為什麼呢 因為天上 Transit的那個 天王星 不是 Sorry 是金星 但是金星 他呢 就入了金牛座 由6月6號到7月4號 是的 那金星是金牛座 我們叫一個 入廟的位置 這裡呢 其實呢 是象徵了人民 開始有 即是強了 開始那個力量開始強了 人民強 政府就弱了 是不是 OK 然後呢 再延續下去呢 就是呢 7月7號去到11月7號 OK 天王星呢 就率先呢 是去了雙子座 是的 那他之後又會譯回去金牛 即是說什麼呢 人民開始多聲音 所以 2023年 強國的皇帝有機會走 是因為尤其是內裏的權鬥 但是 他2023走不了 就2025很大機會 都是會走 OK 即是 黃帝尚在沙灘 不死一身散 是的 然後這次 2025呢 就是關於人民的反抗事了 好 2025講完 是的 好了 報入尾聲了 好了 現在講2026年 2026呢 好恐怖 所以 為什麼呢 我都說了 之前那個post呢 我講過兩個deadline 是不是 我講過第一個deadline 是2022年 為什麼呢 講多次什麼叫deadline呢 Once you passed the line you are dead OK 所以 2022年是deadline 因為2023我剛剛說了 會出事 國際都會出事 很大件事 好 然後 第二條deadline 我那時候就講 是2025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過了2025 就是2026 2026呢 就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有什麼這麼恐怖呢 就無論又是 是啦 長國 和國際都會呢 都奶硬的東西 是啦 吃硬的糞 那有一個 簡直是超級無敵 大內戰 我會這樣說 是啦 那甚至去到2027呢 都未完的應該 是啦 所以這兩個地方的人呢 我就肯稱你們呢 就是最好之前就搬走了 OK 那同樣就很巧妙 真的 我們用一個近代華夏史去看看 那2026年 的60年之前 為什麼要拿60年呢 不拿70不拿80 因為60是一個格子 60是一個循環嘛 是不是 那 其實呢 我也知道 又是古今中外 什麼這些 12啊 30啊 60啊 是一些很神奇的數字來的 木星 在中國 我們叫做 碎星 12年一個系列 然後土星 是叫做 震星 OK 震星呢 就30年一個系列 大概30年啦 那然後 12和30的LCM 是什麼呢 最少公佩數 就是60 就是呢 這樣的一個大循環 好啦 在2026年的60甲子之前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我真的要給大家猜一下 有沒有人讀中士的 我讀中士的 我讀中士我當然知道 有沒有人讀中士的 好 我先回答一下IG問題 有人問 如果2023已經亂 是啊 是會亂了 是不是2026就不會 當然不是啦 兩年都會亂了 兩個都亂了 然後2026更加亂了 亂得很恐怖 內戰 是啊 會更亂的 好 喂 有沒有人知道 2026年 60年甲子之前 發生什麼事 沒人知道 為什麼沒人讀 SupsennaN很聰明 Facebook的SupsennaN Bingo Bingo 好 然後有個叫Pkama 一個叮噹樣的Pkama 說得對 對了 就是發生這回事 然後 60年之後 2026年 對了 對了 欺央都答得對 OK 所以呢 我就延峻了 即是說呢 我今晚解釋了給大家知道 2022是一個小deadline 因為呢 2023呢 國際都會很亂的 OK 然後我也解釋了 這個亂有兩體 一種 即是2023 的亂法 一種是主動積極 另一種是被動消極 是官逼民反 然後我說了 應該可能會關財政儲備 或者一些徵稅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中等的亂 為什麼叫中等呢 因為它還是亂過2019反送中 好了 但是2026就會大亂 一路應該去到2027都未完 OK 所以為什麼2025就是第二個deadline OK 因為大亂之前 你是不是要快點走 OK 然後2026的那個大亂的程度 你們可以參考 60甲子之前的那個大件事 好 最後 避險的方法 如何去避險呢 OK 第一個 移民 這兩個deadline 2022和2025移民 OK 那 移民這件事 首先要問自己 你是不是 移民這件事 你要問 自己是不是willing and able to移民 自己是不是想有這個意願 以及能不能夠去移民呢 OK 那麼 關於移民這回事 我就想問 有很多客人都經常走來問我 移不移民好 其實我跟大家說一下 尖聲學 如何去看移民這回事 當然 你的盤裡 我們會看看 尤其是你的狗公 究竟那個力量強不強 是的 也是看一些其他的星 OK 這個是首先 會第一件事 看你懂不懂得移民的 在西洋 尖聲學 OK 第二個就是 看看你的性格 你是不是一個強的性格 獨立自主 是很容易去適應的 適應心環境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的移民運 應該會幾差的 都是 OK 那當然最後 如果你要去看哪個地方好呢 我當中式 中式 最多跟你說東南西北 東方屬木 北方屬水 南方屬火 西方屬金 這樣 在西洋占星 我們不是的 我們有一件事 就叫做ACG Astro Cartography Astro Cartography Astro Cartography 其實是我 塔尖亂林的 Standard Service 來的 而我 可以跟大家說 香港 懂得做ACG 我們叫做ACG 的尖聲師 應該都不超過20個 OK 那這個會是我的Standard Service By the way 我明天我會update一個 consolidated 一個最新的Service Table up上來Facebook 或者IG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我現在是提供 什麼不同的Service 其中一個就是 包括ACG 即是說 如果你要移民 你移去哪個地方好 是直接跟你說 哪一個國家 是很precise 可能跟你說 是日本 或者是斯里蘭卡 可以這樣說 OK 然後ACG 這件事 我在年頭的預言 我已經做過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說 一些地方地震 例如 四川 四川地震 還有 年頭預言 我是不是說過 北韓政府會出事 尤其是金正恩 然後金正恩 在年中 那時候 傳過一個 比較動亂的時候 即是 很不幸地 他死不去 這個大魔頭 他死不去 但是那時候 政府是出現了很多變化 那為什麼年頭 我會說明 是北韓會出事 就是因為我用ACG OK 如果大家想去移民的話 就可以看ACG OK 而去哪個地方 好了 然後大家也會問 那我沒有人沒有物 我沒有錢 移不到我 那怎麼辦呢 第一 你現在有三件事 我就給大家一個法寶 給三個法寶 第一 麻煩你做定一個心理 和財產和物資的準備 OK 如果我移不到文 在2022和2025這兩個 結論移不到文 你就做定 差點舉中指 好 第一 心理財產物資的準備 第二 是什麼呢 不如我們去回顧一下 上一次 國際都會很動亂的時候 或者一些 我當是SARS的時候 OK 03年SARS的時候 那今天誰去勝利了呢 今天誰發了呢 就是那時候去買樓 買淘汰的人發了 所以我都會勸定你在這兩個結論之前 儲定一些錢銀 一些彈藥 OK 第一 再說一次 做定心理財產物資準備 第二 儲定錢銀彈藥 第三 是什麼呢 第三是這件事 好 第三呢 我就真的很認真的 大家有沒有宗教信仰呢 我覺得人生在世 其實有宗教信仰是好過沒有宗教信仰 尤其是在這個動盪的時勢呢 有一個心靈的寄託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還有現在不是純粹說是心靈寄託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我 塔仙頓能本人 我是信佛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說 佛菩薩真是很關顧大家 麻煩大家多些念一下經 好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是基督教徒 都很包容的 祈禱 是不是 念天主經 去做多些禮拜 我覺得 這些時候 這些大事 這些生死的時代 靠我們人類自己去做的事 是很渺小 很有限的 我覺得是需要靠高靈去打救的 然後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推薦大家 就是信佛 唸多些佛號 唸多些經文 OK 然後我不斷 其實已經是教過大家 去唸那個令言咒 是不是 OK 令言咒很長的 但是 起碼去學會唸一個心咒 好 讓我現在唸一唸給大家聽 好 我先喝一口水 還沒完的 喂 誰這麼不乖 走了 就打屁股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沒說過聖人降制 是不是 我先喝一口水 先喝一口水 佛教徒 唸什麼經最好 我經常都唸很多事情 唸佛也行 唸南無觀世恩菩薩也行 南無藥師流利光也行 但是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我們佛教有一個經咒師王 叫令言咒 是護國安民的 OK 大家聽著 事後你們有興趣可以再問我 OK OM ANALE ANALE VISHADE VISHADE VIRRA VAJARA DARE BANDA BANDA NI VAJARA PANI PAD HUM CHUM PADSWA HA 嗯 這個是短奏 如果再長一點就要加上這個 NAMA STATAKATA YA SUGATA YA AHHA TE SAMYAK SAMBUTTA YA SITYANTU MANTRA PADSWA HA 是的 我將整個唸多次給大家聽 好嗎 OM ANALE ANALE NAMA STATAKATA YA SUGATA YA AHHA TE SAMYAK SAMBUTTA YA SITYANTU MANTRA PADSWA HA 是的 不是很長者 背了去 多些念 不單止保護自己 都保護身邊人 互國安民 好 到最後 押軸 那呢 講一下這個聖人降世 是啊 聖人會降世 很多 這些事情 你就不要問我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推背途的那個什麼聖人 我都聽過 是不是好像推背圖 中式那些事情我沒有特別研究的 我不是專家 真的講不到 OK 所以不要問我推背圖 我不會推背圖 OK 我不會解釋的 然後我都不可以跟你講 這個聖人 是不是就是 任何中國語言講的那個聖人 但是呢 由 就是我都講過 我怎樣推這個夏寶龍出來的 OK 就是用我師父 法國師父教我的那個方法 然後呢 我都可以推到這個聖人的木星和土星 是什麼位置 那 為什麼聖人會講這個木星土星呢 因為木星土星在占星學 它是叫一個time lord 是一個自然的time lord 一個時間的掌管者 我們叫他們做一個chronocreators 是的 所以呢 我現在跟你講 如果是有聖人的話 是的 即是有聖人 然後他的盤裡 木星和土星會在哪裡 OK 他的木星 會在 等等 好了 聽著 他的木星呢 哇 這樣就很長的 是的 他的木星就會在 哦 你幫我數一下 哦 OK 好 聽著 他的木星呢 咦 我打錯了什麼 因為我打錯了 等等 等一下 Libra 去到Capricor 嗯 等等 哦 嗯 嗯 好 那 這個聖人的木星呢 那個 那個time span 就很長的 OK 但你們就不要覺得 哎呀 那我大包圍了 好 其實說長都不是很長的 因為去到這個星座的一半 嗯 由巨蟹座 一路去到摩蠍座 OK 就是說 這個聖人的木星呢 會在 巨蟹座 獅子座 柱女座 天平座 天蠍座 射手座 摩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在這七個星座的位置 這個聖人的木星 會在這七個星座的位置 由巨蟹一路去到摩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OK 而同時 他的土星會在什麼位置呢 就在 摩蠍座 這次這個就短一點了 OK 而他的土星就會在 摩蠍座 水瓶座 雙魚座 和八羊座 OK 其實大家看到是一段範圍來的 是一段範圍來的 木星 由巨蟹去到摩蠍座 土星 由摩蠍座 去到八羊 這個就是 接下來這個世界 我會說到是世界的了 因為我當時去取盤的那一刻 是一個 這裡我免得說這麼多 很多學術在後面 很難去解釋 但這個是一個世界性的聖人 尤其是會 帶血到什麼地方呢 就帶血到 強國和國際都會 就會有這位聖人 OK 不過大家呢 就不要覺得 蛤 可能你們會檢查你們自己的聖盤 咦 那你們的那個聖盤呢 就 那個 木星真的有可能是巨蟹座 然後土星是有雙魚座 那你們就會說 那我是不是聖人呢 那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會是什麼邏輯 因為正所謂 阿媽就一定是女人 但是 女人不一定是阿媽的 對不對 那我不是說 任何個盤裏面有這些元素 就一定是聖人 但是聖人的盤裏面 就會有這個元素 OK 那還有呢 說真的 這個聖人呢 你們覺得是什麼人呢 是不是一定是男人呢 OK 因為呢 在歷史上 很多的 就是一些偉大的 所謂偉大的人物 都通常是男人 就是可能 就是耶穌基督啊 是不是啊 佛教啊 就是佛祖啊 是的 就是通常是拿一個男人的形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有機會這個聖人是女人來的 你不要開玩笑 是的 好 還有 這個聖人會怎樣去降生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在天上 從天而降 那樣從天而降呢 不是 他呢 不是大辣的這樣降生 他反而呢 是很堪步的去降生的 那 我現在開始去說這個聖人 是真的影響到強國和國際都會啦 就是尤其是影響強國的聖人啦 OK 他會在什麼地方降生呢 大家聽清楚啦 在高山 一些山頭 山間 田野 地教 地教就是地牢 一些地底 一些礦場啦 洞穴啦 一些工地啦 工地 就是建築地盆啦 廢墟啦 甚至是墳場裡面出生的 所以你看不看到他的降生是一個很卑微的位置 是的 好 那我講這些很precise的一些不同的locations 是不是 然後有些人就會問 喂 那他在哪個國家啊 或者在哪個省份啊 其實呢 或者是哪個方位啊 其實我是知道 但是呢 我這裏呢 我就不去講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過敏感了 我怎知道邪惡組織會不會就是這個地方去 就是去 郵輪這些地方去 搞死那個聖人呢 OK 但是其實這裏呢 是有一個tips在這裏的 我剛剛還沒說了什麼高山啊 山間田野 地教礦場 動月 工地 建築地盆 廢墟 墳場的這些地方 是不是 好了 聽住了喔 如果是熟占星的朋友 麻煩你們由我上面講的這個地方 去反向推敲出有關的星座 然後再由這個星座按著古典占星的原理 去找回他屬於哪一個方位 而這個方位 就是強國的方位 就會出現這個聖人了 OK 好 跟著還有 會不會有民主呢 會不會有民主呢 這個 嗯 強國加上國際都會 是會有民主的 民主是會什麼時候呢 明晚8點到10點 怪談和大家說 嗯 我希望主持人Sandy 他會記得問我 或者他 會記得 就是at all 去問我 OK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明晚去怪談那個live 那裏 你們去留言去問我 會不會有民主 會不會有民主 什麼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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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會有呢 什麼時候會有呢 明晚怪談10點到8點 我要 不行 我要吃飯了 還有呢 我已經說到完全是dehydrated 我的聲音 OK 所以 大家想聽我唱歌 看下以後有沒有機會 OK 然後 晚安了 各位 大家多去念靈言 我再去念多一次靈言 那個比較中長度的咒語 希望大家是福慧增長 如意吉祥 身體健康 還有可以在這個亂世之中安心立命 Om Anale Anale Vishade Virarajara Dhare Bantabantani Vajrapani Pathum Trum Pathwa Namastatakataya Sukataya Rade Samyak Sambuttaya Sityandumantra Pathwa 好了 晚安各位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的信任 OK Sukluo